两天愿一加一双舞座 今年邀请终生代编舞家何小梅跟林文忠的新作品 擅长将个人情感转化成肢体表现的何小梅 这次试图呈现潜意识里面所有人有意无意的假装模样 她的作品就叫做假装 林文忠的作品空气动力学试图营造出富有轻盈流畅感的舞座 五月份在澳门首演的时候 甚至有一个小女生问舞者 你们是怎么飞起来的 林文忠说希望这部作品能够带着舞团跟她一起飞翔 舞者不断转动伸展身体 与一条一条悬挂空中的白色塑料袋 在舞台上十进十动 舞者就像跟着空气一起流动 空气动力学它其实是一个蛮 是科学会题目的 但其实是蛮诗意跟人性的 对就是强调大自然的不可逆 然后人怎么在其中求生存的一个 一个作品 讲简单的一点就是我想飞 然后我想带着我的舞团开始飞翔 然后我希望就是这个作品 灵感延伸自高中以来的航空梦 对物理科学有深入研究的林文忠 齐许星座空气动力学 能带领舞团飞上新的层次 舞者在白沙漠里面 沙漠里面跳 那外面就是整个是投影 所以他做的就是很不像一般的舞蹈 它比较像电影 所以我为什么会强调电影这个 电影这个 这两个字呢 就是说整个舞座其实它有 在往视觉的方向去拉 会是我最有视觉感的一个作品 视觉与舞座的融合 在澳门首演后 分享会上甚至有小女孩 忍不住问舞者 你们是怎么飞的 其实我一直在讲 一个漂浮的身体 就是如何让肌肉消失 这件事情 虽然它是一个讲人的一个作品 但是它的走向 其实刚好相反 他们很多舞者在身体 在移动 在舞台上移动 其实是强调 关节的节点在空间中浮动 就很像用滑鼠去拉 所以比较不是照一般的 跳舞的跳法 不同于灵魂中挑战地心引力 第二度参与 一加一双五座的何小梅 要挑战真心 我们常常不经历的 或者是多多少少的 都会有假装的时刻 那就开始在想 假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你会假装 为什么你会扮演 为什么你要以假成真 为什么你想要去假装 何小梅把朋友失恋后 假装还在谈恋爱的过程 编成其中一段舞作 希望把这个灵感送回给他 那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是说 有时候你会在很少的时刻里面 当你一个人非常寂静的当下 你可以听见你身体周围发出的声音 那个声音出现浮现的时候 在那个当下 你跟你的声音在一起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可能是一种 最全然的自己 延续上一部舞作 《亲爱的创作概念》 何小梅要透过舞蹈 找寻存在内心的声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